在5月20号之后 寿风箱农会长期经营的有机蔬菜箱 订单也同时爆量了一倍 从产地以冷藏车运输到大台北都没有问题 但是爆量的订单让北区的物流业者 冷藏库无法附和疫情期间所爆出的量能 也形成了极端消费者购买的量 回塞物流业者所设置的冷藏空间 寿风箱农会长期经营的有机蔬菜箱 固定采买订购的客户约有200名 但是在疫情之后订单是暴增一倍 寿风箱农会总干事黄祺祥表示 有机蔬菜的天间种植与管理有别于惯心农法 因此必须长期订购预约的方式 农民才能够定量种植 这也是有机蔬菜最具竞争力的地方 同时也能够消化因为疫情所停课 造成营养午餐所带来的去化量 远距教学 那这样的情况下变成营养午餐 它没有供应 那原先县府的这个美意是规划 每一周会有一天的这个有机蔬菜 但是因为远距教学的关系 学校没有办这个营养午餐 那造成这个我们农友生产的这个有机蔬菜 这块可以让我们用营养午餐的这个量 供应给我们这个台北尤其是台北地区 双北地区这些有机这个需求的客户 那刚好也就弥补了这个也可以去化我们这个营养午餐的部分 现在夏天在有机蔬菜的栽种这个产量 也是受限于因为这个设施的关系 那因为夏天这个有机蔬菜的栽种本身就是困难度也比较高 产量也是有限的 并没有办法像冠型农法说大概二三十天三十三十天 它就会有一定的量出来 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困难解决的部分 而在这一些有机蔬菜的配送当中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北部宅配业者冷藏空间已满 在人力分流的情况之下 也减缓了配送的速度形成回塞的情况 长期跟这个宅配公司配合 因为我们是契约户 那他们并没有说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没有帮我们运送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 也因为遇到这个冬午节的这个年节关系 大家除了原先这个宅配的部分 还有年节的关系造成都会区的 它的冷藏设备冷藏空间不足 那台北的部分又因为必须要去做这个分流上班 可能在这一方面会造成物流公司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没有办法 如期的这个准时的把这个 冷藏的这个货物送到我们客户的手里 出风箱的有机蔬菜长期以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而网络的订购量也可想而知 由于订购有机蔬菜必须长期与农民弃作 断期突如其来的爆发量也让农会及农民措手不及 也连带影响到了蔬果供给量以及配送速度 农会也请订户以及消费者体谅 记者林杰受风箱采访报道